创造101杨超越在战C位PK孟美琪等人,将逆风翻盘还是再度翻船? 最新一期创造101又是一次残酷的淘汰赛,不过比起上次,在小姐姐们离开101舞台之前,节目组给每个宿舍分发了2000元的购物资金,让他们购物布置自己的宿舍,留下一段珍贵的回忆 每个人都很激动,两个月的封闭训练,出去透一次戏对他们而言,就是最幸福的事情 来到家具购买中心,大家各自分组,选购商品 不靠谱人家的孩子早当家 杨超越和傅京,吴轩宜一个宿舍,三个人定位是傅京,吴轩宜是爸爸和妈妈,杨超越是宝宝 可没想到,这对炫,宣,副,副,CP到了商场,就自己玩了起来,把任务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Zither Harp 杨超越一个人又是自己采购物品,又是把这两个不靠谱的爸妈给找了回来, 确实让人很惊讶于他的生活技能。 但其实更让人惊讶的,是他一个人用工具悄悄打打,坐起了宿舍里唯一一个干苦力的人。 谁都没想到,一个平时看起来柔柔弱弱的女孩子,一个人安装完了所有需要体力的工作。 而平时霸气的吴轩仪和傅京反而只能帮他打打下手,看着杨超越熟练的样子,一看就是在家里经常帮忙的孩子,果然是全村的骄傲。 爱哭鬼变勇敢,霸气回应质疑。杨超越在这一期带来的反转,已经不知他的动手能力了。 在101发起人黄紫涛公布排名的时候,询问了杨超越在上期排名第三名,如果这场排名更高了,你还会觉得高处不胜寒吗? 他说,作为艺人,你必须要接受别人对你的不认可,批评和质疑。 我没关系,你们随便怎么质疑吧。 之前那个哭哭啼啼,紧张到落泪的女孩,如今已经向杨而生,变得坚强。 我粉丝给我投的,我就佐纳,我不怕。 在很多人质疑为什么杨超越只要哭哭,就能博得喜爱,而真正实力强大的选手,却在脸盲中被遗忘,就因为他长得好看吗? 杨超越的魅力,和王菊给人的感觉很相似。 你会对他为什么这么想成为女团成员,和他的人生经历好奇? 杨超越虽然长相甜美,好看,可他给人的感觉就是邻家妹妹,很接地气。 他说话的时候,激动的说话状态,和土贝迪斯科的肢体状态,都是他给人亲切感的样子。 杨超越在用肉眼可见的速度成长,那个爱哭鬼因为全民制作人的支持,已经变得勇敢。 霸气回应质疑的样子,让人既欣慰又心疼。 再战C位,逆风翻盘还是再次翻船。 这个耿直的女孩,该自信的时候自信,该承认错误的时候承认错误。 对于上次公演,杨超越作为队长和C位,也是第一次遇到了队员意见不合的问题,以及和同为唱作组的Yermi木兰说相比,显得有些翻船的表演。 虽然还有不少观众觉得他们的麻烦少女也很不错,但杨超越对自己的要求也变得高了起来,觉得自己没有翻盘反而翻船的表演,很怕女团创始人们失望。 杨超越从开始不知道为什么要参加创造101,到现在目标明确,不仅仅是为了自己努力,更是为了不让支持自己的创始人们失望。 第三次公演的命题考核已经公布,杨超越又将作为C位,和组员带来另一场舞台。 不知道能否看到杨超越逆风翻盘一次。 另外五位C位分别是孟美琪、Yermi、吴璇怡、紫宁、赖美云,每一个都是有实力的选手,虽然杨超越也很努力,但客观来说,舞蹈、唱功等的功底,是很难一下子弥补回来的。 杨超越已经在晋级的时候放出宣言,让创始人们再给他一次机会,他不会让大家失望。 于是创始人们又给了他一次机会,为他选了一首不复青春。 不知道杨超越是否会不复青春,不复观众,逆风翻盘,向杨而生,还是会重蹈覆辙,再次翻船。 不过,爱笑的女孩,运气一般不会很差。